我们家孩子有个人支持我这 这都是谎言 诚实的谎言 我赶着实话先给我演这篇吧 这位北京大叔的孩子非常支持父亲再婚 咱们听听大叔怎么说 这么热的天您受得了吗 过去炼钢初天呆过 那您以前是 老华北的 华北京是九个长 69周术 那您这姑名长啊 48年 有还姑种 55推 08年推的 炼钢的 那这不叫就不叫肉 那您现在这养老待遇怎么样 现在刚5100多件单位给我的防补 我没约086块钱 5千2块 那您觉得现在人老了以后 是怎么养老啊 您靠谁 不想 多说您养老呢 这个奢不 您叫自己奢不 那不都指望儿女吗 儿女就一个 他上班的请假 说辞你辞你 养老院住不行 您认为这5千多块钱够饭年 您住得行吗 退有金5千多块钱够吗 我都给孩子 那孩子不是上班吗 是不是孩子上班那孩子怎么办 孩子谁养的 孩子的孩子 我老伴 他5年前去世了 需要想找一个吗 不找 谁养人呀 你找外地才为了兔你户和兔你钱 自己各自的有各自的孩子 你今儿给他我的孩子拿我蹲着排骨 他们孩子来了我做一猪猪的苗子 那我们家孩子不能吃全肉呢 对不对 你给人家孩子对排骨 给我们家弄点猪 猪的都是粉条子了 那这都是矛盾 不可以自己找岁 那一般的不是婚前做财战协议呢 那也不行吧 你像我现在打个比赵子 我们家孩子有个人支持我 你一人一股 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 16岁干什么啊 但是我说了我这家房在成都上 老让我们这一块就都要处着 就干了老说要站 这个工程那是去年2月7号批 现在一年了 完了以后呢你说我要同退了 要起所以给你起结婚了 你起不前 不起对不起这女同志 起了吗 我这一再买房就共同财产 那您跟他说好了啊 买完房之后再结婚 人家图不是 图的不就你们的钱或者房吗 人家图不是相顾也照顾 哎呦 杨老师你肯定给我讲了 是 我已经想多了 这都是谎言 谎言 诚实的谎言 诚实的谎言 啊 我赶是十二星哥演这篇吧 对 不是 对就说这意思啊 我人说话可直透彻 嗯 现在的人啊 这心眼比那个 怎么说呢 比那边的 不按说牛毛吧 比他耗的身上的毛不足 心眼 哟 那您要说先您后不争的无省 那咱不给孩子找麻烦 您是男孩女孩 女孩 那您女孩也挺支持您的呀 我这我们这我们家孩子是支持 他属于一个开放性的 他说了 他只要对你好 您先百年以后走了 我那住了百年以后 他收回来 但孩子不能给女方 哦 就是房子可以让女方住到百年 对 这个我那他收回来 是 孩子女方 就孩子一拼管拿着女孩 鱼鱼 没有 一般的来讲女方没有要求说男方要什么要人 就退油金归女方管 在电视上永远这么收 哦 一吓得就扯淡 哦 人家他们那说瞎话 哎呦 现在咱们过去老传统的 呀 经历 诚实做人老实办事 是 是吧 啊 宽厚待人 嗯 这都是历史 那经历有人写门书 写了书里就齐了 哦 记载着 记载着 老年人再婚 难道只看实际的条件吗 难道只看房子退休金吗 难道没有真的爱情吗 您怎么看